今天的伊之国股推介是农湖集团960 经济日报的投资业话组减选原因是中港股市回稳 而内地受到疫情影响经济面临下行压力 与其内地货币政策会进一步宽松 内房政策也催行放松 近日相计传出放宽限救灵 调缸首付比例等内房利好消息 优质内房股可以关注农湖 农湖去年盈利239亿人民币 岸年增长19.3% 领先同业核心营里224亿人民币 增长两成 其内合同销售额增加7.2% 去到2901亿 集团指引今年预售目标是3000亿人民币 增长3% 而可售资源就是4700亿人民币 走势上 农湖目前找首月中的上升列后指上 建议等候38元以下收集 以2月份高位47.7毫本为目标 跌穿36元减持 主要大行业职之后 给予它的目标价平均是53元 给予它的目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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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予它的目标